下午4点38分 欢迎您回到中天新闻 继续带您来关心的消息 今天在北京还有这样一场重要的活动 大陆央视广邀了全球50多家的华语媒体来举办研讨会 希望搭建合作平台 而共同能面对网络时代对传统媒体的新挑战 大家上午好 近年来网络新兴媒体兴起 对传统媒体带来一定挑战 该如何在激烈竞争下持续发展 成为电视媒体的一大课题 为了深化合作凝聚力量 来自全球五大洲52家华语媒体高层 齐聚北京展开讨论 21世纪电视媒体在数位化的过程当中 遭遇了来自网络及新兴媒体的极大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在媒体全球化的浪潮之下 所有电视媒体除了面对全球市场的大饼 同时也要面对来自于全球各类强势文化的挑战 还包括来自美法港澳等地的华语媒体主管 也提出各项建议 这是大陆央视举办的第三届海外华语电视媒体协作会 希望借此搭建起全球华语电视媒体联盟平台 走出联合发展的模式 像是人员交流采访 优秀节目互换等方式 可以让观众看到更多元化的内容 华语媒体希望团结力量大 探索网络时代电视媒体的新道路 中文新闻的新胡锡人北京报道